荒野独居全新一季开播 网季大佬回归挑战 花三天的时间搭建一个庇护所 由大佬自治泥砖 造出一间荒野别墅 这真的太强了 看过荒野独居的都知道 选手们除了狩猎能力之外 他们的建造能力也非常重要 全新一季荒野独居开播 这一次他们需要花三天时间 建造出一间永久庇护所 第三季回归选手凯莉 她在野外生存了72天 不仅表现出优秀的建造能力 还获取了到了非常多事物 是一位实力强劲的网季回归选手 这一次她将作为评委 给选手们发一些基本生存工具 让他们在野外 建造出一间永久庇护所 要求适合一个人居住 并且里面还有一个壁炉 所有人了解规则后 拿到工具就开始建造 他们仅有三天的时间 这时间非常紧迫 在比赛中 一般选手差不多都要5到10天才能建好 他们三人的环境都不同 卢克斯所处荒野沙漠中 这里虽然没有很多树 但有非常多的泥土 他决定该移动土坯房 这相对有一定的难度 首先他要制作砖块模具 可以让泥土变成砖块 他用木头做成一个长方形 在木板上弄出切口 通过环扣的方法 变成一个牢固的模具 接下来就是制作泥砖材料 卢克斯用一些沙子 接着再放上一些泥土和一抓草 然后就放入水充分混合 通过揉搓使得制作成来的黏土 更加有韧性 把混合好黏土放入模具中 用手不断在上面压紧 拆掉模具就能得到一块土砖 当然了这些土砖的硬度 肯定是不够的 及时搭建起来后 夏季长雨可能就会逐渐损坏 但是在荒野独居中 住那么几个月足够了 制作土砖房需要大量的土砖 卢克斯就是这样造完一个又一个 然而其他选手也在开始了 乔丹在四处探索 寻找适合搭建庇护所的位置 他的位置处于干湿中和地带 住在这种环境中是非常舒服的 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山沟 山沟的宽度非常大 这让他节省了挖地的时间 乔丹在附近收集一些木头 将木头横放在山沟斜面上 一个屋顶架构就做好了 然后再铺上一张防水布 我也没想到他竟然做得如此简单 这样的庇护所不是有手就行吗 他在庇护所里面放了许多石头 准备在里面搭建一个火坑 他在防水布上方弄一个缺口 同时又用一张防水布制作一个窗口 下雨的时候可以随时关闭这个烟囱位置 在庇护所里面升起一堆火 可见排烟功能还是挺流畅的 乔丹还用木棍直接铺出一张床 这间庇护所虽然非常简陋 但是满足节目组的能住一个人 在庇护所里建造庇护所取暖的要求 阿姆斯这边的环境非常好 但他正在挖地 他要建造一间霍根式的庇护所 这种庇护所属于半下层式的 在土面上露出一个屋顶 主要是住在地下 大概要挖下一米深 在挖地的时候 挖出一条大蚯蚓 这是野外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阿姆斯当然不能放过他 吃饱后他继续干活 这绝对是一个体力活 时间来到第二天 乔丹这边的庇护所 基本已经完善了 还在上面铺了许多松针保暖 如果烟囱上有火星子 那么这间庇护所很可能会成为火葬场 他还找来一颗野生玫瑰花的树枝 上面有许多尖刺 乔丹把它放在庇护所门口 这样可以有效固定防水布 还在庇护所上盖一个防风板 他觉得这样可以有把风挡入庇护所里 烟药排出去 而他又想把风吹入庇护所 这脑回路真的清气 这就是乔丹庇护所整体的效果 这算已经完成了 庇护所周围堆满松针 半夜睡觉的时候 一旦起火了 估计就在梦里争桑拿了 他对这个庇护所似乎非常满意 而其他选手还没有完成一半 卢克斯花一点时间来制作土砖 今天又花一天时间开始挖地 因为他们要建造下层式的庇护所 就这样一抓抓地丢石头 效率也太慢了吧 这些土砖已经成型变异 但还要把它晒得更干燥一些 就这么点土砖 能建造出一间庇护所吗 目前卢克斯的进度应该是最慢的 而阿末斯这边已经把地下结构挖好 现在他要考虑制作比比炉 在附近悬一些大块的石头 将它们搬回庇护所里 这又是一项体力活 阿末斯将石头切在庇护所里 用粘土和石头搭建一个壁炉 看着非常难 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 壁炉直接对着床 壁炉上还有一个缺口排烟的 底层结构基本完成 时间来到第三天 今天所有人都开始最后工作 阿末斯今天要收集货跟结构的木头 这里附近有非常多的木头 随便都能找到一些适合的 但因为这是一次短时间比赛 他就选择一些枯木头来制作 这个树杀非常好 加工一下 将它插在地面上 然后利用木头之间的结构使系固定 固定好三脚架后 在底部铺上一些木头 主要给三脚架起到固定作用 这个屋顶能直接承受起一个人的重量 大致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阿末斯给庇护所制作一个门口 然后继续铺木头在屋顶上 用树皮和泥土覆盖 这看着非常像一个坟墓 但这间庇护所充分和大自然融合了 有时候注意下坟墓还是挺不错的 而卢克斯这边也开始搭建上层结构了 这些土砖虽然还没有完成干 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卢克斯把土砖搬到庇护所上 但我看着这土砖量非常少 真的非常期待它的效果 接下来卢克斯就将土砖一块块铺在地上 用粘土将土砖粘合 还要用土砖来制造一个壁炉 咋了它的土砖怎么像用不完四得 很快一个壁炉就做好了 看着真的非常大 阿末斯和卢克斯都在忙 而乔丹在练习狩炼 庇护所看着很大 但是里面想做起来都难 卢克斯这边准备造一个门口 砍伐了一颗大木桶 直接横在上面即可 阿末斯这边一直在往庇护所屋顶盖泥土 还放了许多草 这样可以防雨 而卢克斯这边已经开始搭建屋顶 他用木棍在上面铺着 然后盖一张防水布 这间庇护所算完成了 整天还是有点仓促的 今天是凯利的检查日 他们仅用一些简单的工具 能否建造出合格的庇护所呢 获胜选手将获得5万奖金 第一间就是阿末斯的庇护所 他的庇护所非常自然 里面的温度比外面高10度以上 还可以站起来 可以说是相当空旷了 虽然庇护所里烟雾无法排出去 但是整体还是非常好的 第二就是乔丹的庇护所 他的庇护所看着像个鸟窝一样 庇护所里也有一个看上去像壁炉的东西 它在里面烧了非常大的火 此时里面的温度和外面温度差了15度以上 温度这一块也是合格了 这么多木头烧着想不热都难 接下来就是卢克斯的庇护所 我不知道它哪里变出来这么多土砖 它建造的是一间泥砖炮庇护所 其实庇护所的非常矮 所以它躺着出镜 要不然就露出破绽了 就从远处正面看得非常大 实际上就半米高 庇护所的屋顶铺满树皮 可以用力挡雨隔热 外面温度36度 里面高达40多度 庇护所里面有壁炉 但是并没有浓烟出现 可见排烟效果非常好 能挡雨能住一个人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的 最后凯利给出的评价是 乔丹的庇护所是最简单最方便的 里面有炉子可以烤东西 排烟效果也很不错 虽然合格 但是并不是最完美的 阿莫斯的庇护所 没点技术做不来 它的庇护所 就连小动物估计也难以分辨 建造的庇护所结构是非常好的 搭建这样的庇护所 需要用到更加广的知识面 凯利非常喜欢它的屋顶 能与自然融合相当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 壁炉排烟效果差 在里面住着会被烟雾困扰 而卢克斯的庇护所最漂亮 用土砖来建造出豪华别墅 充分利用了当下环境的资源 这个庇护所是可以助人的 而且壁炉能够有效取暖 排烟效果也很好 所以最终是卢克斯的庇护所胜出 那么大家觉得 哪一位选手的庇护所最好呢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